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喜欢受人左右或摆布 也很善于闯荡 在事业上往往能够有一番作为和成就 不过个性太强 很难驾驭 如果选择这种女人做伴侣的话 你可得好好衡量一下自身的能力和实力 二 驼峰高鼻 鼻子在相学中为财博功 鼻梁的高低胖瘦 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个性和赚钱能力 如果女人的鼻梁长得高挺 鼻梁中间部位凸起如驼峰一般的话 这种女人一般个性也比较的犀利和强悍 而且自尊心和自私心都比较重 为人处事方面给人一种特别伶俐质感 喜欢咄咄逼人 并且也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 更不会轻易向人低头 不过做事倒是非常的认真 也很有恒心和认进 事业发展较好 但大多婚姻不是特别顺利 三 拳鼓高耸 拳鼓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做人和做事的态度 如果女人拳鼓长得过高 且坚耸无肉的话 在相学中也称为客服相 这类女人性格非常的顽固和挑剔 处事也比较的霸道 从来看不到自己身上的毛病 但是却喜欢调别人的过错 做起事来也是挑三拣四 不懂得感恩 虽然个人能力比较强 但是缺乏人情味 人缘比较的差 也不善于处理家庭关系矛盾 虽然工作能力出色 容易成事 但婚姻欠佳属于典型的孤苦之相 四 塞鼓横章 塞鼓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固执度和反叛心 如果女人的塞鼓长得宽大横章的话 这类女人大多非常固执和霸道 虽然做事很有认进 也特别的能吃苦 但是只要认准的事情 就会一条道走到黑 不撞南墙不回头 丝毫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 他们好胜心极重 喜欢争强好胜 凡事都想着压人一头 也见不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 即使前方有再多的艰难险阻 也都会想尽办法地去克服 因此在事业方面往往会比较出色 但是在家中 却很少有男人能够受得了 五 下巴翘绝 下巴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晚年孕 以现在的审美来说 很多女性都喜欢坚受的下巴 但是如果下巴长得尖细 且微微上翘的话 这类女人大多头脑非常的精明 而且表达能力也比较强 能言善辩 谈判力非常强 并且做事坚持 不喜欢退缩 有着一往无前气势 但是整个人也会显得攻击性十足 给周围的人很大压力 只要是他们认定的事情 就会有始有终 不达目的不罢休 属于典型的女强人面相 六 法令文特别明显 法令文关系着命主的事业运 也代表了女人赚钱能力的强弱 如果女人年轻时 法令文便特别明显的话 这种女人一般事业心非常的强 是典型的女强人面相 拥有着极强的赚钱能力 这种女人做事非常的有原则性 并且做事果断 很有魄力 有着很强的领导力 为人非常的严肃 表情冷漠 但是做事非常的认真 善于发号施令 这样的女人在职场中 必有一番作为 能够赚得不少的钱财 七 鼻梁挺直的女人 鼻梁为人的财博功 鼻梁长势 如何与一个人的事业 和财运息息相关 一般她鼻梁的女人性格懦弱 缺乏主见 缺少判断和决策能力 倘若女人的鼻梁挺直 鼻头有肉 鼻翼饱满的话 这种女人一般非常的自信 有着非常强烈的好胜心 无论做什么事情 总是不甘忍后 力争上游 所以这种女人在职场上 容易成为女强人 爬到一个很高的管理层位置 在事业上能够取得不错的成就 财运非常好 赚钱能力很强 但是如果女人鼻梁 过于高挺的话 则性格太过于独立和强势 反而会对婚姻不利 八 额头平满风龙 额头又称人的事业工 额头的长势 如何与这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就 社会上取得的地位 以及赚钱的能力等息息相关 如果女人额头平满风龙的话 这种女人一般非常聪明 具备很强的领导才能 有着非常出色的统筹和管理能力 富有智慧 做事很有分寸 目光比较长远 所以大多都能成为女强人 在社会上占据着不低的地位 在工作上取得非常出色的成就 赚钱能力很强 九 耳朵垂珠厚且大 耳垂厚大的女性朋友 在待人方面特别宽厚 在事业上很有人缘 事业运 金钱运都很强 这样的女人有福气 在事业和财运上 很容易取得大的成就 不知不觉中 这类女性就成为了 大家心目中的女强人 而好门本身却很谦逊 对人依然平易近人 十 印堂饱满且有光泽 两枚之间称之为印堂 代表做官之印章 印堂饱满 有光泽 带红润 即饱满有光泽是极力之向 如果印堂低线窄小 或有伤痕黑质 人生必定辛苦 如果一个女性朋友印堂好 则代表其事业顺利 有很强的包容力 在事业上能包容一切 更能战胜一切 所以她们亦成为女强人 十一 眉毛上扬 女人眉毛上扬 为人好强 不亦服输 有巾帼不让须眉之气 这样的女人 事业发展不错 但嫉妒心也特别强 属于内心极为强势的女性 她们在日常生活中 希望掌控一切 事业上总想成为佼佼者 永远地出类拔萃和卓尔不凡 在爱情上 她们对另一半要求的比较高 不容许另一半 有半点外星和不专 这是女强人强势特点之一 十二 嘴大而且嘴唇厚实 吉祥的面相 这种面相 不仅使整张脸看起来清晰明朗 还给人一种温和亲切的感觉 在像术中 这种嘴相被称为牛口 拥有这种面相的女人 通常温和有理 待人出事 都非常礼貌和得体 她们注重情感和义气 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她们的嘴巴紧实 不喜欢传播谣言或闲话 不般弄是非 言辞谨慎 让人信赖 此外 这种女人在职场上也表现出色 是典型的事业女强人 她们拥有不逊于男人的赚钱能力 往往能够在职业生涯中取得显著成就 这类女人不仅在家庭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工作中也能独当一面 她们的能力和智慧 使她们能够平衡工作和生活 成为家庭和事业的双重支柱 她们的自信和坚定 不仅成就了她们自己 也为周围的人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总的来说 嘴大而收 嘴唇厚实的女人 凭借其温和的性格 卓越的能力和出色的社交技巧 既能在家庭中扮演重要角色 也能在职场上闯出一片天地 她们是值得尊敬和信赖的女性榜样 展现了现代女性独立自主 重情重义的美好品质 十三 目下一字评 所谓的目下一字评 就是指眼睛下的卧蚕处 有直直的一条横线 长由此面向的女人 则是一个事业上的高手 这类人眼光独特 会给自己的未来做打算 赚取足够的金钱 使日后有保障 而且在工作上 能深得领导的重视与爱戴 与同事们相处得比较融洽 那过股深得周围人的信赖与支持 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 抓住机会 日后订购飞黄腾达的 十四 人中深长 人中位于面部鼻子下方的凹槽处 人中长得深长的女人 则是一个气血充足的人 这种女人几乎是很少生病 身体好了 做任何的事情都会非常的顺利 在工作中亦得到领导的认可 升职加薪乃是小事一桩 年纪轻轻就能够拿着 让人羡慕的资心 有着极高的智商和聪明的头脑 想不成功都有点难 一生风一足时 从来不会为了金钱而发愁 在现在的社会中 很多女人依靠自己的能力 在社会上取得一定的成就 而这些人往往就具备 以上面向特征 如果你也有上面的面向特征 说明你的能力并不差 不靠男人也可以过得很好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